当地时间7月28号 在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 中国选手叶诗文以4分28秒43的成绩夺得冠军 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叶诗文在400米混合泳冠军之夜的最后一个50米冲刺 居然比男子奥运冠军罗切特还要快0.17秒 小将叶诗文令世界震惊的表现 这两天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不少西方媒体就质疑叶诗文的成绩突然提高 有服用禁药的嫌疑 对此叶诗文表示 不会用任何禁药 中国人是清白的 在30号澳组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非点名的提问说 女子的游泳速度会比男子快这种情况 澳组委没有进行深度的调查吗 我们都知道这似乎违背了运动人体科学原理 面对记者的质疑 澳组委官员很严肃的回答 你这个提问就是故意找目标 这是针对运动员个人的提问 你这样会对运动员造成影响 我觉得这样并不合适 澳组委反兴奋剂官员随后还补充解释说 我们有一套很严谨的数据分析系统 谁用了兴奋剂 谁比较有嫌疑 我们都有自己的判断和衡量标准 但请媒体不要随意给运动员定性 只要他们没有被查出来 有兴奋剂阳性反应之前 我们要尊重运动员的运动成绩 最后澳组委官员强调 只要是得到奖牌的运动员 都会做很严格的要件 得到金牌的运动员 基本上可以排除被漏减的可能性 伦敦时间30号上午 叶诗文在完成女子200米 个人混合勇裕赛后 回答了美联社记者关于兴奋剂的提问 他说我们的运动员只坚信一点 坚决反对兴奋剂 坚决不用兴奋剂 同时他还请中国记者转告给国外同行 我想让他们放心 中国人是清白的 对于西方有媒体质疑叶诗文的言论 中国的网友纷纷发言力挺叶诗文 为言大意来看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评论 同时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来发表您的看法 网友花飞花说 2011年上海世锦赛的200米 小叶曾经上演过类似的镜头 最后50米从第五标到第一 从而一战成名 这个是有史可查的 不能看到现在的成绩 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栽赃 想制造压力给小叶接下来的主项200米 居心叵测 网友北分李小南说 打破世界纪录就需要使用禁药吗 那么多打破世界纪录的外国运动员 那些外国记者怎么不去问问 他们有没有用禁药 网友秦世皇说 诗文继续努力 你的成绩就是中国游泳人素质提高的最佳见证 也表示着我们国力的增强 网友绿野红印说 叶诗文好棒啊 他是我们的英雄 我们都对他的成绩深信不疑 越是多的质疑声 就越能代表叶诗文的不可思议 我们都对他的质疑声